今年羽毛球世青赛南单的冠亚军 中国选手胡哲安和王子军 马上就要参加12月3日 在印度开打的古瓦哈利羽毛球大师赛了 尽管这只是一个超级一败比赛 但这也标志着中国这一代年轻选手 正式从青年组毕业 开启了成年组比赛的旅程 纵观雨谈历史 青年比赛的成绩 肯定不能完全代表成年组的未来 多位世青赛的冠军在步入成年组后 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但是羽毛球运动员成名还是要趁早 正所谓三岁看老 一名球员能不能在未来的世界羽坛 占有一席之地 从成年组头三年的成绩 基本就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 远古那些大神咱们不说 级别太低的比赛咱们不算 先从当代超一流安赛龙说起 安赛龙16岁开始参加实青赛 三届成绩那是一届不如一届 但是18岁之前就已经开始参加成年组比赛了 并且还拿到了丹麦公开赛和新加坡公开赛八强的成绩 要说欧洲选手确实历练的比较早 2013年安赛龙开始完全不如成年组比赛 第一年成绩可以说比较一般 好点的进入第二轮 剩下的基本就是一轮游 看来对于他来说 从青年组比赛到成年组比赛 心态上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但是第二年他就好多了 重要的比赛就开始有八强和四强的成绩 甚至拿到了瑞士公开赛冠军 第三年就完全进入了状态 包括全英公开赛 丹麦公开赛 市井赛 年终总决赛在内的比赛 拿个八强都是信手拈来 重要比赛的冠亚军也不是梦 特别是还拿了个年终总决赛的亚军 那冠军是谁呢 就是下面要说的和他同一年出生的陶田贤斗 陶田同样参加了三次市井赛 但是和安赛龙相反 人家成绩是一年比一年好 并且在2012年夺冠 毕业后头三年和安赛龙相比 陶田可就厉害了 2013年第一次参加成年比赛 就有公开赛四强和八强的成绩 第二年还是很稳定 并且全英都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了 第三年他就彻底开挂了 不但新加坡公开赛 印度公开赛夺冠 更有刚才说的年终总决赛冠军 市井赛历史上 南丹最成功的球员是谁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昆拉伍特呗 2017、18、19 连续三届冠军得主 其实2016年才是昆拉伍特 第一次参加市井赛 当时的他才15岁 只不过在那一届 他32强就被淘汰了 2020年昆拉伍特开始 正式转战成年赛场 第一年就有泰国公开赛四强 和西班牙大师赛亚军的成绩 这个起点算是很高了吧 第二年呢 直接就是年终总决赛亚军了 第三年同样开挂 德国公开赛冠军 大马公开赛四强 更重要的是锦赛亚军 这起点和陶田可是有一拼 当然我知道你们最关心的 还是中国球员 那中国的一哥史宇奇呢 市青赛2013年16强 2014年败给的林贵普拿到亚军 和安赛龙差不多 第一年呢适应节奏为主 大赛呢争取突破第一轮 第二年就开始出路锋芒 印尼大师赛还拿到了冠军 随后第三年完成三级跳 全英亚军到手 并且大赛表现稳定在八强和四强这个水平 当然我们知道石头第四年 也就是2018年才是它最辉煌的时候 年终总决赛冠军 全英冠军 世锦赛亚军 可以说呀 使语气稍微晚熟了一点 但是呢好饭不怕晚 比胡哲安王子俊大一届 现在比较成功的球员 当然就是法国小将拉尼尔了 拉尼尔14岁居然就参加了 他的第一次世青赛 不过呢在64强的时候就被淘汰了 去年世青赛拿到了四强的成绩 半决赛就是败给了胡哲安 和安赛龙一样 未成年时候他也不闲着 也参加了成年组比赛 并且呢还拿到了多个 超级三百比赛八强和四强的成绩 我估计啊 也是因为人家早早就开始 适应成年人的赛场 他肯定是成年组毕业后 头一年成绩最好的球员 2024年这一年内 超级五百的亚军 和超级七百五的冠军 都已经收入囊中了 要知道很多排名靠前的球员 整个职业生涯 都未必能品尝一下 这个超级七百五冠军的滋味 说到这儿啊 我知道有些朋友又要开始说 林丹怎么样怎么样了 也别非警察了 我大致总结了一下 林丹2000年世青赛和李宗伟一样 都是输在了半决赛 那一年报春来夺冠 当然了 单神还是单神 毕业后第一年 丹麦公开赛和亚锦赛亚军就到手了 第二年拿到了韩国公开赛冠军奖杯 全英公开赛四强 第三年一样实现了三级跳 看看表格 公开赛冠亚军 那就拿到手软了 所以说啊 对于胡志安和王子俊 尽管职业生涯才刚刚拉开帷幕 但是呢 也要有点危机感了 不要觉得自己年轻 一开始就对自己的成绩呢 过于宽容 当然了 中国球员青少年时候呢 参加国际比赛少 所以咱们也不能要求一上来 就和拉尼尔一样经验 但是按照前辈们的经验数据 怎么着第一年的重要比赛 要争取不要一轮油 级别低点了 更是要争取八强甚至更高的成绩 这样第二年啊 才能有足够的积分和信心 参加高级别比赛 到了第二年和第三年 就必须要有冲击超级300和500比赛冠军的实力了 并且超级750和超级1000的比赛 也要具备进入八强级以上的能力 超级100比赛不算 冠军奖杯 那必须至少要拿一个 对于广大中国球迷来说呀 我想这才能算是未来可期 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个说法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欢迎下面留言讨论 喜欢的点赞加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